太陽出來了 下面這個城市就是斯巴達 這是斯巴達勇士的故鄉 昨天晚上我就在這路的營 下面這也是一個小教堂 上面有一條上山的小公路 先看下這個教堂 教堂的門 鎖著的 看下裏面還有那個燈還在亮著 還有一些椅子上的 說明還在用的這個教堂 下面還有一個小桌子 小椅子 我到這個下面來做早餐 一名買的不好 在那超市那邊買的 有點爛 2個1米還一個歐多 現在出發去看米斯特拉斯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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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小鎮上還有好多餐館 昨天我過來的時候看到人還蠻旺的 有好多去遊覽的遺址 就在這小鎮上吃飯啊住宿啊 這算是一個旅遊小鎮啊 來波羅本尼薩很多人都會衝著這個遺址過來 這個小鎮的旅遊自然就發達了 這個小鎮的旅遊自然就發達了 這個旅遊業 在中學歷史課本里 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是歐洲文藝復興的大本營 而事實上文藝復興還有一個隱性的大本營在希臘 它就是米斯特拉斯 不幸的是波羅倫薩今天依然是座繁華的城市 而米斯特拉斯已經成了一堆廢隙 險峻的山谷 亂石堆疊的山坡 不是適合人類居住的環境 而米斯特拉斯偏偏是在這樣的環境裡 創造了幾百年的輝煌 因為它產生於一個特殊的背景 戰亂 關於米斯特拉斯的興起 要從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說起 公元前七世紀 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興起 並迅速向外擴張 很快佔領了基督教的聖地耶路撒冷 引發了西歐基督教徒 以奪回聖地耶路撒冷為目標的聖戰 這就是著名的十字軍東征 在長達幾百年的聖戰中 東征慢慢變成了一種掠奪財物的冒險活動 公元十三世紀 第四次東征的十字軍 變成了東羅馬帝國政變的雇傭軍 因為他們的老闆在政變後不久被殺 擔心拿不到雇傭軍的十字軍 乾脆滅了東羅馬帝國 建立了一個新的拉丁帝國 來自法國的十字軍頭領 征服波羅奔尼薩半島後 建立了一個侯國 定都斯巴達 隨後他的繼任者在斯巴達旁邊的 米斯特拉斯山上 修建了一個堅固的城堡 但城堡並沒能幫他守住領地 城堡完工不到十年 東羅馬帝國獲得重生 滅掉了十字軍建立的拉丁帝國 波羅奔尼薩半島從回東羅馬帝國的版圖 米斯特拉斯成了東羅馬帝國的附屬國 摩里亞的都城 隨後波羅奔尼薩戰亂不斷 附近平原上的居民為了躲避戰亂 紛紛遷到了米斯特拉斯山上 形成了一個緊湊的山城 後來一個叫格密斯托士的牧師 在米斯特拉斯山上開辦了一所研究哲學的學校 吸引了一大批東羅馬帝國的學生前來學習 對於歐洲的文藝復興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格密斯托士也成了歐洲哲學新思潮的領袖人物 在他死後不久 米斯特拉斯被奧斯曼帝國攻破 米斯特拉斯也是最後一塊被攻破的東羅馬帝國領土 隨後的幾百年裡 米斯特拉斯在不斷的戰亂中逐漸衰亡 現在這個路邊上 可能等一下太陽轉著轉 這個樹影下來還能遮到一點 這是本地車輛的小車 紅車不知道是哪裏的 應該是意大利吧 希臘蘇維吉利區 好像這些路口啊 裏面啊 都是這種延伸態的 這在哪買票 Hello 1% 給了一張簡明惡藥的導覽圖 進入城堡 這裏就是拜占庭帝國最後的倔強啊 拜占庭防禦城堡的空間布局遵行 基本的三部分計劃 衛城位移山頂是天然的據點 這是他的衛城最重要的軍事要塞 然後下面有個兩條防禦袋 城市建在這個防禦袋內 剛剛這個說明是這樣解釋的 下面就是懸崖峭壁 就是天然屏障所以上不來 背後這個山溝 你看那個峽谷 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這邊過來就相對平垮 所以下面還有一道城牆 那個應該是個哨所殺的 敵人要想從這邊攻上來的話 地關就要把那個給打掉 這邊就直接是城牆下去了 後面還有一部分 這部分應該就是他之前 什麼金火啊 燈光呢 要先住在上面 下面應該就是什麼銀房之類的 拜占亭式的小修道院 這小教堂就是比較典型的 拜占亭式的建築 這些石頭房子 都是以前的民居啊 有修道業有民居 這其實就是一座小城市啊 下面這一棟 中和性的建築 就是以前他們的宮殿啊 宮殿在修復啊 不讓進去的 看下面已經拉了繩子 不讓進去看了 如果是這些房子都在啊 這樣圍城壹區還是蠻壯觀的 這個是修在岩洞裏面的修道業啊 據說裏面有很多壁畫 進去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比較後期的了啊 應該是中世紀末期文藝復興 初期的作品了啊 你看他那個人的臉上有明暗 因為中世紀的話 它是比較扁平的 是不允許有立體感 他不追求真實嗎 不進走向崇拜嗎 所以他不能畫得太像 就只能畫一個平面的來代表 有那個意思就行 哇這個修道業現在還在用呢 所以你看黨裏他挺好的 花花草草 從這進去 這上面是幾個圓頂組成的 你看有沒有 一個兩個三個圓頂這樣排過去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一個柱子 像這個牆 如果他沒有這個牆的話 裏面只是一個多住的空間 進去看一下 看裏面就這樣 因為他沒有牆啊 你看所以他就變成多住的空間 我們到那個中東去 或者到新疆去看那個穆斯林 清神寺也是這樣的 這個教堂就是拜占庭式教堂 它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很多個圓頂啊 其實拜占庭建築 還有西歐的哥特式建築 他的基礎都是羅馬式的那種大圓頂啊 他們的目的都是想要把這個教堂給建築 然後就西歐和東歐就走兩條不同的路子 後來這個拜占庭建築就形成了 東正教的那種洋蔥頭和清真寺的那種多圓頂 拜占庭拜奧斯曼帝國消滅時候 拜占庭式的這種多圓頂建築就在穆斯林世界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大部分的清真寺 都是拜占庭式的多圓頂建築 現在已經是快四點鐘了 去下了這邊一個橄欖油博物館 然後就離開斯巴達了 斯巴達永山有名 但是他這個老巢 他的故鄉這裏沒有什麽可以看 這個城市裏沒有什麽可以看的 這個橄欖油博物館 這個橄欖油的場地 主要是在地中海流域 最嚴實用石頭來壓 橄欖把他放在袋子裏面 裝成這樣一起包一包的 然後就靠那個來壓 低油啊 最嚴實的方法就這樣 這個鏈子用來磨那個橄欖的 這就靠牲畜了 這個像那個 北方那個鋁拉磨的感覺呢 這個炸油雞應該是相對比較近代的啊 他就是靠推這個桿子啊 推這個桿子上推過去 然後這一圈圈的把那個攪下來 就在下面一壓你 把那油給炸出來 這個是一個橄欖油工廠的模型 把它工業化了 然後就進入這個場地 就進入這個場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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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繼續出發 前往波羅不尼薩半島的西北部山區 去看一下他們這邊比較延史的 中世紀農村啊 我在從這番櫃做山 他們說那個山是希臘最壯美的工作 路邊停車界在這個 汽水點 西洋下山了 全是一種延史森林 這裏有個小房子 好像是屬於教堂的吧 廢棄的房子裏面還有什麽 廚房啥的 頂上這個小房間以前還住個人 又床墊在上面了 哎呀沒人 我壹個人在這上面露營 先去洗澡啊 等下涼了 因為這是山裏面的 好像還挺冷的感覺 這個就可以洗淋浴啊 洗了一半 上面就要來人了 沒看到我在下面洗澡 不好意思下來 有壹點尷尬 現在已經快十點了 本來今天過來的時候蠻早的 洗澡的時候 就被來了兩個人 就只能等他們走了再洗 中午就吃了壹點麵包頂了 碰到這種情況 要是在城鎮啊 市區啊有吃的地方的話 再怎麽吃不習慣 再怎麽跪 隨便吃 買壹點吃就完事了 但是這個荒山野嶺的沒辦法 必須要做 米沒有撒出去 撒了點水 好 搞定啦 搞定吃飽 今天的事情产生就算结束了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